人生啊,充满了无奈 虽然你无法决定自己的生死 却可以决定该怎样去生何 我,小样,枪法出奇,灭敌无数 是名有梦想的枪手 最擅长的就是完成粉丝提出的一系列高难度的吃鸡要求 今天,我接到一项极其考验人品的挑战 用落地第一眼见到了两把枪吃鸡 这,万一是把手枪和弓弩啊 唉,画面太美,我不敢想象啊 进门之后,入眼第一把就是S1879和M16 这两把枪又有一个小量而不是文雅的名字 一把叫纯博,一把叫牧草 于是我被诗人歌颂约 国平精英不言败,臣补牧草吃鸡来 好了,从现在开始不能更换枪线了 纵使M4和AWM也不行 刚才下来的时候,发现战地医院是有人的 发现你了,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胡,哪怕一攻一魔 走,找他去 此刻,我发现了敌人就在前面的房子里 哎呀,躲得还挺快的 我重填弹夹,大步冲了上去 准备绕到他的身后,趁他还没有反应过来之时 给他一个出其不意 敌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我顺利击倒 嗯,这里又有人 你好,还不是一个人 发现你了,就在二楼的阳台 敌人反应很快,迅速躲藏了起来 我先将他的队友去补掉,以免夜长梦多 将其补掉的同时,有脚步声靠近 索性从脚步声分辨只来了一个人 居然敢一个人就上来找我报仇 这可真是小母牛倒立,牛X冲天啊 与此同时,又有枪声响起 应该是躲在二楼阳台的那个人 开枪给队友送行 别着急送行啊,我这就来把你一起送走 仔细观察一圈地形之后 我进入房内,听到脚步声了 就在我前面 凭借M16的高射速伤害 成功将敌人击倒 我顺势补杀 诶,等等 此时发生了一件对我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是关乎到我的生命 没错,我的外卖到了 咳咳,游戏继续 快速将外卖打入胃里之后 我来到了隔壁的G岗 他顶上发现一个人 G岗一直都是高手们的聚集地 但我们这一行 将来都是高手在民间,十手在阴间 所以为了证明自己是个技术流妹子 这个G岗必须给他拿下 此时消灭了他顶的观察手之后 他的队友肯定很快就来报仇了 脸上发现一个 高大下方还有一个 成功灭掉这只小队 填包填包 虽然枪械不能捡 但是得备点子弹和药品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吃饱合作之后 我驾车追着空头 为了防止决赛圈 被福利墨一枪爆头 三级头和三级甲 还是很有必要拿的 正当我刚捡完物资 想要离开之时 迎面一辆汽车 和我擦肩而过 这咋跑这么快呢 这是我打招呼的方式啊 虽然敌人还没有感受到我这打招呼的方式呢 所以 追 我一路尾随敌人追到山头 可惜 只见敌人的车辆 不见敌人的踪迹 大概是敌人汽车而逃了吧 啥玩意儿啊 炸了吧唬的 这伏地魔突然蹦到我脸上 还真是吓我一跳 不好 身后还有辆车靠近 只见敌人被我打了一缩子子弹之后 毅然决然地抛弃队员选择跑路 这身后的友谊 真让人感动 我含泪将其鼓调 舔班 哎呀 真香 救命 之后 我一路跋山射水 顺利来到了安全区的边界 此时 潮上还有六名敌人 好在身上的陈补和牧槽在 让我不用担心进圈的路上 遇到敌人会应对不了 突然 左侧方发现了人影闪光 我持枪警戒 正当我想要将其补掉的时候 右侧方又有枪声传来 我迅速趴复下来 寻找敌人的位置 依据枪声判断 敌人就在前面的树下 我慢慢挪动我的身体 向前爬过去 仔细查看周围的敌情 判断敌人的数量 不久之后 敌人行动了 不对 看到两个人 此时此刻面对面开火 我不占据优势 先爬扶一会儿 哎 你 你别过来啊 你再过来 我可叫了 不是 我可要开枪了 叫你们别过来嘛 哎呀 含着泪又拿了两个人头 美滋滋 进入安全区之后 现在场上只剩下两个人了 我已经占据了安全区的制高点 所以只需要静静的守住待兔即可 我仔细观察周围的风吹草动 生怕被伏地魔偷袭 不然我的挑战又失败了 嗯 前方术后发现一个 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了 毒犬马上就要刷新 看来 他现在应该已经趴附在安全区中的某个角落了 该死的伏地魔 待会儿别让我找到你 不然 非得拿铁锅拍死你 漫长的等待之后 我终于找到了这名伏地魔 他还真是扯起眉毛红眼睛 自欺欺人啊 这么小的圈 你还穿一身黑 你当我瞎呀 这都看不到你 不过 此刻我有个plan 等到他靠近我之时 我拿起铁锅从石头上一跃而下 定要拍得他脑瓜子嗡嗡响小 看你以后还当不当伏地魔了 哼哼哼 中所谓 按着plan走 人头全都有 从此吃鸡不用成 幸福长永久 安排